七亿风暴降入大马之后 也传出内阁在开拽节后会改组 这些事情不只是考验国人对国家机制的信心 首相的去留也成了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 另一边乡 反对党阵营也不见得相安无事 月亮宣布正式与火箭断交 火箭也准备好筹组联合政府 大马政治风暴似乎越刮越大 偏偏就在此刻 因为手机偷窃案爆发的骚动事件 也似乎触动了种族神经 也有人祭出所谓的种族敏感牌 到底处在种种纷扰中的大马人应当如何应对 百阁大家讲这一次邀请了蔡希丽和郭肃沁 一起来探讨时局乱不乱你怎么看 7月15号晚上10点